而又中华職棒转战美国大联盟成功的老虎队投手 尼福德他回到台湾了 今天下午是举办了首场的媒体见面会 对于这个迁堵的事件 他的看法 我们把现场交给我们的记者赖斯好 好的 丽美投手 土地公尼福德在前天晚上悄悄回到台湾之后 在今天下午举办了第一场的媒体公开见面会 而所有的问题 媒体都问到他的大联盟生活之外 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这两天的 中华職棒爆发迁堵的案件 因为尼福德曾经也是中华職棒的议员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至于这件问题 其实在前几年都有发生过 然后我们身为选手 就是希望自己再解身自爱一点 对 然后不要再受任何诱惑 对啊 然后剩下今天既然发生的事情 那我们也只交给警察去处理 他希望所有的球员都可以解身自重 不要受到一些外力的诱惑 目前他都相信所有球员的清白 也希望检掉可以迅速来处理这件事情 而刚刚媒体在之后呢 问到他听到哪一个球员 是最震惊的涉案可能的一个球员 他想了一下他觉得说 这每个球员其实感情都很好 但是呢如果他真的有涉案的话 就请他多保重 其实可以听得出尼福德 他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沉痛 以上就是在台北的最新状况 把镜头先交往宝内 好的 这是尼德福呢 他表示希望球员能够自爱 也静待司法的调查